經算師 醫生 業務的應該就有機會啦 科技業吧 就是自己當老闆的工作 或是工程師 業務 電子工程師 自己創業當老闆 都有人猜 不過根據勞動部統計 其實年薪破三百萬 除了機師以年薪三百五十二萬 稱霸各行各業之外 計算師還有醫生 也是榜上有名 尤其計算師更是少之又少 就是因為門檻真的很高 經算師感覺就是要數學那些統計之類的 邏輯要超級強 他才可以考得到 不管是投資金保單 受險保單 人生保單 還是金融業的嘗試 還是金融資訊 還是甚至國際的經濟 你都要合格的證照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經算師 所以他在考試的難度上面 是非常非常難的 機師又更揹附了所謂的 非安的一個風險 而且最近整個疫情解封 旅遊業的複數也帶動 其實現在整個這個空運業 特別在機制這邊 也有缺工的狀況 經算師顧名思義 就是透過數學 統計 財經商業等各方面知識 去計算 評估一個計畫的相關風險 也就是說 將看不見的金融風險 轉換成具體數據 不過想要通過 經算學會資格證照考試 每人平均得花七到八年時間 非常艱辛 但除了三世之外 傳播監管人員 還有職業運動員 經常性月薪 也可以孝賺超過十萬塊錢 畢竟運動員他們的 指癌 指癌會比較短一點 他們可能就是二三十歲 四十歲之前 就差不多可能就退休 所以他們薪水十萬 應該很基本吧 另外常見的電信工程師 律師又或是電子工程師等工作 年薪破百萬 也不是夢 但背後得要背負的壓力 以及考試難關 真的沒有想像中容易 此前的正恩請留副詞 台北報導